大家好,我是对对 之前做了圣诞节的姜饼和风车酥 那自然要有一款搭配着一起喝的饮料 今天我们就来做小朋友也可以喝的 五酒精版芬兰圣诞热红酒 Good Lucky 这是我们今天用到的材料 做出来有一升左右,够一家人喝了 先来做香料糖浆吧 锅里倒入400毫升水,加入香辛料 圣诞季节的标志香料就是肉桂,丁香,小豆蔻这几味 我这里还加入了一颗八角,一小勺黑胡椒,还有几片姜片 倒入100毫升的糖 再准备一个橙子,把皮直接削进锅里 小火慢慢熬煮,让香料的味道都渗出来 10分钟后把香料和橙皮过滤出来 味道浓郁的香料糖浆就做好了 接下来就是果汁的部分 倒入500毫升黑加仑果汁,也可以用葡萄汁代替 再倒入200毫升苹果汁 刚刚削了皮的橙子也别浪费,把橙汁都挤进去吧 要是做有酒精的版本,可以把果汁用量减拌 用红葡萄酒代替就好 煮到果汁温热,不需要煮沸,香喷喷的圣诞热饮Glogy就做好了 热乎乎的盛出一杯,刚刚煮过的肉桂棒或者是八角都可以用作装饰 芬兰的Glogy来源于瑞典的Glogy 最早是油拆在冬季冰天雪地中喝的一种带香料的蒸柳酒 在其他国家也叫做Mood wine 芬兰的Glogy还经常搭配葡萄干和杏仁片 香气扑鼻酸甜可口的五酒精版Glogy最早是给小孩子喝的饮料 但是谁说成年人不能从中尝到圣诞的甜蜜呢 谢谢观看,还请点赞关注一键三连 我是对对,祝大家圣诞平安喜乐,我们下期再见